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历史明镜节目第57期开始了 我们今天请的嘉宾呢 在我这边坐着的是延怀 他是从田纳西赶过来的 延怀呢 他过去啊 他曾经有一段生活中有一段经历啊 是在中组部 我们今天呢 就特地要请他来讲一讲 他怎么样到中组部工作的 是陈云琛听点的啊 这1981年的5月8号 中共的元老陈云 他提出来中央组织部 要成立青年干部局 他认为呢 让我们的子女接班 不会挖祖坟 但是这句话不是公开讲的 是私下讲的是吧 但是这句话呢 就是成立这个青年干部局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982年3月 中共中央批准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 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任局长李锐 是陈云亲自指定的 当时他是没有 还没有当副部长 是吧 那个时候还是当 就是让他当青年干部局局长 这个级别比李锐过去所担任的 水电部的副部长来说 那应该说还是降了点格 但是呢 这个职务非常之重要 所以陈云呢 做通了李锐的工作 让他来担任 首一批局员 这个青年干部局的第一批干部 都是经过陈云办公室审定的 而阎怀 当时更是被 李 被这个陈云呢 指定说 不能更换 你必须 李锐 你当局长啊 你必须要这个部下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就很想来问一下 问一下这个阎怀先生啊 据说你到中组部 是陈云亲自的清定的 陈云怎么会认识你呢 你当时什么级别 处级 处级 处纱级吧 处级 那陈云跟你隔了那么多层 他怎么认识你的 怎么知道有这么个人 而且必须是能够到青干局去担当重任的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大学在清华大学上的 文化革命中 我的同学陈云 宋国荒 宋任琼的儿子 我们三个人写大字报 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被打成反革命 我们应该说是同甘共苦了吧 我呢 表现还马马虎虎 就没有这个互相揭发 咬 所以我就跟陈云说是好 我朋友了 然后陈云 父母 五个子女 我们都算是熟悉 也是朋友 文革成立以后 他刚才讲的陈云呢 就是陈云的大儿子 对 他的长子 听说你跟他的这个会见 第一次认识 非常有戏剧性 当时呢 我是清华红卫兵 就是保守派的红卫兵的总部委员 我们这个派呢 要打黑帮吧 另外一派呢 造反派呢 叫反工作组 用工作组是刘小席的夫人 王欧美 这个挂帅的吧 嗯 我们当时希望就是批判这个老干部嘛 就局限在学校之内 嗯 这个不要再往上揪了 然后就是我们保守派嘛 嗯 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是 去到高教部 嗯 蒋南翔是我们的校长 也是高教部的部长 准备去 接他来也好 揪动了也好 来批判 当时不能说接他来 肯定是揪动嘛 对吧 肯定是文革文革初期的话 因为蒋南翔他是彭征线上的人 嗯 是不是 对 所以那个时候文革一开始就把彭路洛阳 这个给揪出来了 那当然就是蒋南翔也是他们线上的 所以就成为是通帮了 嗯 而且教育战线 用毛泽东的话说 教育路线整个一条黑线 嗯 那么你们就是要去揪斗 蒋南翔 对 但是呢 当时的造反派 他们是要 批判工作组 批判工作组 揪王欧美 后面呢王欧美的后面就是刘晓琪 对 就是意思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清华啊 这个造反派非常有名的 嗯 那就是凯大富 嗯 当时还没有 他井冈山兵团可能还没有成立吧 成立了吗 那个时候 没有成立 他923号成立的 但他们在下面已经有一派势力了 我们是两派势力吧 两派势力 应该讲 对 你们是包手派 对 造反派 我们包手派 嗯 那你们当时就去到教育部去 等于是我带队 到了教育部 凭教育信 把蒋安强给揭出来了 嗯 上了我们的车 这个车刚要开 还没出这个 应该是叫一部大门口的时候 对面来个小汽车 下两个人 嗯 一个是比较高大 窥梧些的 鼻子比较大 我们就号称大鼻子 大鼻子 后面一个穿衣服很朴素的一个 莫不知诚人 然后一个宋克荒 前面大鼻子说了 嗯 宋克荒 那就是宋任琼的孩子 宋任琼孩子 当时他是东北级的第一书记 也是 也是政治员 也属于党和国家定偶人之类的 嗯 当时清华呢 贺鸿飞 贺鸿原下的儿子 刘涛 刘小奇的女儿 他们这些人呢 也组织这个筹委会啊 也是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啊 就是许号的风云人物 嗯 这两个人呢 我不认识 嗯 这个大鼻子来就说了 嗯 中央不让你们就到 这个蒋一强 我当时横的 哪个中央啊 刘小奇党中央吗 刘小奇中央吗 嗯 这个他说是 周恩来 周恩来让不让你们就斗的 我就软癌了 嗯 但是我下面那些人呢 还不干 嗯 这是后面的小个子 相对是个子小一些的 文若书生就说了 嗯 周恩来打电话 嗯 不让 就斗 江南乡 周恩来的话 你们还听谁的 是吧 当时我们的保守派 说实在的 对于中央文革 不感冒 嗯 那些新贵们不太感冒 嗯 但是我们的周恩来还很重的 立刻 打的兜软了 嗯 对吧 我就把他说服之后 嗯 就把蒋南乡教会他们 做他们小车的往后开 嗯 就开会员里 教了 我就带这些人回去之后 把我们的批斗蒋南乡大会 改成 批斗蒋南乡试试大会 加两个字 嗯 我们自己就 自己下台阶了 自己下台阶 嗯 嗯 当天晚上 嗯 我们就见了 他们俩感谢我 就是 这个 按照总理意思 是他们顺利办成任务 我感谢他们 没让我犯更大错误 嗯 这样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 大家彼此都不错 嗯 就认识了 后来就知道了 嗯 前面呢就是 宋仁琼的儿子 长子宋克荒 后面是陈云长子 这个陈元 他们一直 嗯 在学校里不是 很风云人物 嗯 但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看我们要就做想强了 他们向当时 中央让 嗯 中断局的第一书记 也是文革小组的副署长 王仁仲 来 领导 具体知道清华的工作 我们知道 这个 王仁仲的秘书 就在我们这个 学校里住着 所以 他们两个听说之后 就通过王仁仲的秘书 告诉王仁仲 王仁仲就报了宗旅 宗旅就指使他们 给宗旅他们派了小汽车 嗯 应保护小弹墙 嗯 这样我们就成为朋友了 嗯 所以后来 王仁仲 我们一直在一起 嗯 后来到 1967年的初 我们反对 中央文革 且大字报 给他们反个命 我们算是 好朋友 莫尼之交了 嗯 这个 我看到过很多 你们 一块在文革中间的 到处串联 嗯 也 也有油上玩水 对 有这样的很多照片 等一下我们导播 可能会 也给大家看 看一两张 嗯 但是我还想再 对 所以现在我们屏幕上出现的就是呃陈陈元你看前面第一个坐着船头的那就是陈元嗯是吧那个后面的倒数第二个划船的划船的那是阎怀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阎怀先生第二个是宋克荒第二个是宋克荒就是宋任琼的儿子第三个是徐沙对不对他徐云北当时徐云北当时他是二兄部长的孩子孩子也是我们一个戏的戏友东西 对最后那一位呢是呃刘泽鹏嗯嗯 刘泽鹏后来的话呢在这个在八十年代时候当了中组部的副部长嗯那个时候级别就比你高多了 他是给宋克荒的父亲宋任琼当秘书当秘书然后秘书职务下来之后就当清安局的副局长就是其实就是这一伙人嘛这几批人嗯这批应该是干部子弟红二代对 掌握人你你也是红二代啊那我应该算红二代吧你是红二代嗯当时你在清华在什么什么系你是读书吧好我是1964年进大学的嗯嗯呃工程物理系当时我入学的时候应该9月1号开学中国还没有原子弹 中国的原子弹是当年的10月16日对喝了下台之后当时爆炸的嗯所以我们的系呢就号称叫基药系嗯清华11个系有一半是基药系嗯就是像我在的是工程物理系嗯嗯跟着苏联学的苏联的莫斯科大学的原子弹系就叫工程物理系嗯宋克荒陈源刘德鹏嗯他们叫自动控制系自动控制系嗯就是用导弹的嗯自动控制嘛嗯嗯所以这种基药系呢一般说来就是 按当时所谓出生好一些的干部比多一些的嗯就是政治上这样可靠吧可靠的人因为你给中国搞原子弹导弹对吧按各国说来按像朝鲜下你恐怕也得是出生好的人干这个原子弹对嗯就是哦叫工程物理工程物理实际上就是搞原子弹原子弹嗯好这个这段相识的经过我知道了嗯那么我在想嗯下面一个问题那么中组部为什么要成立一个青年干部局嗯 为什么陈云他提出这样的动议嗯啊当然我刚才一开始节目开始我讲了他讲的那句话嗯因为他说我们自己的嗯后代接班他是最放心的了嘛但是除了这个呢当时一个什么情况为什么成立这个青年干部局呢好呃我澄清一下就这句话嗯我们自己的孩子可靠 嗯不能挖我们的坟被流传很广了嗯但这个话我实求想第一我没有亲耳听说过嗯第二没有建筑任何文件嗯当时很多人说还说了中央有文件要这个一家有一个这个呢嗯我也找一家有一个你得说清楚一家有一个当部级干部对就是中央中央领导的子女嗯当中要有一个安排当部级干部对 嗯这个东西呢呃呃呃我查一下我请问一下中央部查一下中央部确实没下这个正式文件嗯这第一点第二点实际上呢也不是一家一个嗯你们查一下邓家陈家对好几个都不止一个了嗯嗯对那当时这个成立这个青年干部局是怎么个背景好当时是1981年这个这个陈云非常关心这个他一直关心干部工作 其实一直也在管党的这个组织工作嗯嗯他觉得这个青黄不接当时是十年当务之后嗯也要成立青年干部嗯嗯主要是要培养青年干部嗯嗯中正的方面说嗯要是干部的私化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嗯对吧年轻化嗯嗯从负面说嗯就要警惕嗯三种人嗯或者文革中造反派这些人在翻天你们可以查一下邓老平也好陈也好 好几次讲到这些人并且觉得这文革人造反派嗯和第三地队他们同一个年龄层次的嗯嗯在提拔培养第三地队年轻干部同时一定要警惕嗯嗯这些人所以陈云在会上讲过的话嗯尤其造反派不能用不论是激进造反派还是文革造反派我们不用快答复嗯嗯清华造反派激进造反派也不用陈主三嗯清华414 都是文革造反派因此成立亲人干部居从正面说要大量的选拔优秀的中亲人干部嗯从负面说从反面说就要杜绝把关让这些造反派不要混进这个队伍中来嗯我记得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嗯因为当时邓小平就说像王虎文这样的人嗯即使你给他判的刑嗯是吧他这一层人说这整个这个全国像王虎文这样的嗯那还有很多 嗯他们他们年龄上邓小平他们知道他们是拼不过王虎文这些人的从年龄上讲嗯所以他们就要成立亲人干部居股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嗯就像他们自己认为可靠的嗯信得过的这样一些接班人嗯那好这个你根据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被我打断了就嗯就说实际上呢陈家的几个子女你都非常熟嗯对吧你从从陈元开始到下面陈伟兰呢还有什么陈伟兰 陈伟兰是吧他们这几个兄弟姐妹你都非常熟那么但是你是谁推荐给陈元的父亲呢是陈元本人推荐的应该讲嗯陈云的三个女儿嗯两个儿子我都很熟都很熟因为阿格林大家知道也不上学了就这些人混在一起毕竟我们都属于黑帮子弟嗯我们又是被人打了反个命了所以实在跟造反派也玩不到一起因此我们就在一起 嗯你比如陈云的小女儿嗯嗯后来当跟我在一起共事做这个这个实在大政治报告的关于干部组改革一块儿乞讨东西的嗯68年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嗯分配就分在最远的一个军区西藏军区嗯当时夏天我跟他哥哥一块嗯扛着大包小果的挤着工具买着臭汗得送到北京站嗯嗯不知道他做我不太懂懂了 坐几天节火车到成都在想办法怎么赶车那时候那种悲惨情况我们一块做他小弟弟嗯嗯小串儿所以我们这一块就很熟了嗯我们家的兄姐妹他们的孩子大家都很熟嗯一块串联一块玩啊我们那些照片刚才那些照片呢就是他有他弟弟帮助翻拍呀什么的嗯嗯所以我们一开始之后81年刚才高先生讲了陈云院长成立青年干部局嗯嗯对吧82年政治成立了 嗯当时我在煤炭部嗯做副部长刘徽的秘书嗯这时候陈云院找我去了嗯就希望我到前干部局嗯因为认为我们文化革命也要报复嗯当时说法认为嗯权力嗯应该掌握了真正的马克思与手里嗯嗯对吧我们这些都是算经过考验的嗯本身是革命干部是党的应该是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文化革命好像比较好的应该我们掌握在要害部门嗯因此当时陈云院的父亲 陈云院是直接掌握党的组织工作最高引导人嗯嗯对吧陈云宋国防的父亲宋任雄政治局员还书记书记又是当时中主部部部长嗯嗯是吧刘徽哲鹏当他部长秘书因此在青年干部局里只有我可以去了嗯所以当时我本来不太愿意去的因为各种问题个人的问题但是他使劲说服我希望我去因为青年干部局只能我们这四个人吧只能我去合适 用你原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四人帮对我们说四人帮中间的话呢只有你当时还还没有跟组织的这个这个系统粘边他们几个人都其实粘边了对都粘边了所以就说把你也动员过去对啊因为陈云和宋宋国防这两个直接儿子不涉到组织部嘛对那给你当部部长秘书了对部长秘书只有我记得合适了嗯你当时在煤炭部啊当这个副部长的秘书嗯刘徽副部长的秘书这个仕途据说也很高 光明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就同意了去中组部呢嗯当时是文革以后所谓的老干部不论你是从四元以后历史运动的基本全部平反来这种部以下的嗯高级的像高岗啊像书役被整人啊被邓小平整那平不了反白但是嗯所有副部长以下全部当时要接厂板凳嗯煤炭部的嗯政府部长嗯18个嗯到七一年 年底八二年初就有改革嗯一正四副之后嗯只留下一个正部长嗯一个老副部长刘徽三个年轻干部嗯因此18个正副部长里只有刘徽一个副部长留下来了嗯其他的老的副部长的秘书退了他们退了当顾问的也好彻底退的也好嗯然后他们秘书呢因为我们秘书大部分都是初级干部多出来了对多出来了他们呢很多是老我们都是我们都属于工程师嘛初级干部嘛老的对吧 啊有技术的可以到技术局当副局长哎懂外语的可以到外市局去嗯会刷笔杆子到办公厅去嗯我说不会刷笔杆子稍微粗点的到行政局去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按局安排的嗯然后我呢刘徽又是唯一一个然后我呢嗯就八七一九七四年就已经成为县主级干部了嗯到这个啊这个八一年已经七八年了嗯所以他是过度于的很快退了退之后肯定就剩我一就剩一个的老副部长了 我是他的秘书大家知道这秘书帮助很厉害的所以应该讲那个在面谈部我顺便选个司机当副局长没问题的嗯对吧嗯所以当时另外我个人还有生活问题所以不愿意离开面谈部嗯陈阳几次造谈嗯小语厉害革命大义文化革命中我们反对这种文革有很多想法嗯现在该施展的时候了嗯现在天是地人和一些情况都有了这种情况我们再不施展嗯嗯对吧这种重要的岗位我们这种真正所谓 所以马克思嗯马列主义者嗯这个我们当时写大字报属名叫布尔施维克因为我们多数派是保守派嘛嗯我没挖民钱我就党了所以布尔施维克嗯一定要占领这个岗位多次找我谈到东南海家里谈嗯嗯最后就是诚意打动了我然后也从一换发就我当年的革命热情就同意去了嗯这样就在1982年的8月份嗯进入了中央主持部青年干部 哦嗯嗯那个时候青年干部局也刚刚成立没多久对说3月份成立的嗯因为当时5月份我出陪着部长出国到澳大利亚香港考察因此我希望他们把作业靠后一些嗯等我回来之后嗯然后7月份掉了下来嗯一个月准备工作然后8月我也去了去之后当时部里就四五个人就是清安局清安局嗯嗯正在搭班子搭班子嗯这个我是这样想啊啊 陈云他是非常信任李锐嗯安排他当清干局的第一任局长对而且是从一个副部级的这个职位上已经离了修的就像已经离修了按说他就可以说是可以安享晚年的跟我们中夺的17个副部长一样对对有一些年生的820已经是他全部办离修手续了对就回家一养天年了对嗯但是这个非常信任他嗯把他就派来当清干局来提拔这个 嗯年轻培养接班人的这么一个重要职位嗯而且又是陈云嗯亲自把你嗯是吧下令当然通告儿子了嗯做你的工作嗯那么按道理说李锐嗯你跟李锐就是说应该也成为李锐最信任的人嗯是吧因为他信任陈云陈云信任他嗯陈云陈云信任你嗯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为和你的关系是不是就此呢也就极为密切你就成了李锐的心腹 嗯嗯嗯我在文章里我回头提到一个李锐对我是重用不重任嗯嗯重用不重任嗯嗯怎么讲就是他把很多重要工作都让我做了嗯一开始嗯他说见面就说你来了我等你来呢嗯他来我到之后开第一次局务会嗯李锐就布置局务工作让他秘书写了文件之后就让我送到城办去嗯嗯交给陈云办公室希望我做 陈云办公室和李锐的联络员嗯嗯我就跟他讲了我过去我们叫李部长我现在我说李局长嗯嗯我是 清干局的局员嗯嗯不是您跟陈云之间的联络员嗯这次我文件交回去以后希望还要通过政府的这个 这个集合交通正式需要去嗯我把文件交到陈办之后也跟陈办跟陈云说了嗯这个嗯嗯我去了之后过去我们很好的朋友也好我去之后就应该是那普通的 联络员嗯嗯这个东西不太合适嗯因此我就没有做这工作嗯但是呢经过一切的工作之后呢李锐觉得我那思想很合拍嗯因此嗯比如到湖南去考察嗯当时中央刚才提了中央部委的旧改革结束了嗯李锐从 水源部也下来了没谈部的18个部长也都休息了嗯这时候开始要搞省市的了嗯嗯当时李锐上下以后成为中央委员了嗯也成为了嗯中主部常务部长了嗯当时中主部嗯宋李锐部长嗯也准备退了嗯当中主部唯一中央委员就是李锐嗯 嗯部长陈也准是中央委员很明显过的一段嗯嗯其实这样在中央的机构改革小组里宋永雄是组长李锐是重要成员嗯李锐是湖南人嗯因此湖南的 调整班子作为全国第一个最试点的嗯当时是嗯当时是有一个退休的副部长带队去留10个退休的 局长然后中主部就派我一个人嗯按理想调整 地方的省级班子应该由中主部地方局去嗯但是很明显这种事情李锐不希望由 过去组织部相对比较保守的嗯干部去插手嗯而他对我已经 有两三个月了解了也知道我的第一路思路什么的 嗯所以就派我一个人去嗯你说代表什么代表中主部也好代表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好我一个中族人去去 五十多天把男的班子整理都好了嗯后来中央说省部省省一挂了还搞市局他又派我到北京市嗯把北京市的局嗯 为不顾办的班子调整了嗯后来又有下面提到要当时是在社会上要清理三种人 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大奖分子造反体压的人造反体压的人嗯在大学呢就要把造爱投入技术段 嗯这是实行中央组组的文件嗯青年干部一负责又派我去嗯在召开北京市的各大学的 当委副副书记和主助部长的会在北京大学的六学生嗯这个楼里开几天会不知实行嗯后来当时实际的 要培养新的大学生 又把硬件优秀毕业大学生 选择工作 每个生选择一部人 到寄生的农村工厂去搞这工作 又派我去 我到北京市开会 在中央部也开会 就这些事情 基本就让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是重用 但是呢 后来在调了班的时候呢 就没有给我更高的职务 事后呢 八十年 我离开 八十年之后 我离开中国了 九十年我回去之后 第一次见面 他又说这问题了 他的回忆录也提到了 当时胡耀邦对他有些顾虑 说是陈英典他将 作为中主部青安局的局长 又作为中主部的常务副部长 又进中委了 因此对他有些提防 后来发现他不是跟人的人 是跟县的 是跟真理的 因此对他去信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打断一下 您说话慢一点 对不起 严怀着思路 你看他七十多岁了吧 思路非常敏捷 而且谈起往事了呀 他是这个 如蜀家珍 但是说话有点快 我怕 对不起 说稍微慢一点 让我们观众能听得更清楚一点 刚才他说呢 陈云大家都知道 后来我们现在一般就把陈云理解为 因为他搞鸟蒙经济 对 认为他是保守派 而这个邓小平呢 他们就认为是改革派 在当时啊 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的时候 嗯 实际上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的 他们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 在政治上 政治上的分析 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所以为的那么大 而当时的胡耀邦呢 你刚才说的 胡耀邦当时对李渭呢 是有点提防的 对 因为是陈云把李渭放到了中组部轻干局局长 后来又当了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 放在这么一个职位上 让他来把这个干部组织官嘛 所以当时连胡耀邦都对他有点提防 而反过来呢 这个李锐对你也有点提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陈云亲自 不知道他手下来的 那他当然 他就你刚刚说的 他本来他是跟线不跟人 他是其实并不是想跟着陈云 或者跟着谁 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这个理念来的 但是呢 对你的话呢 因为不了解嘛 你是陈云是吧 跟你关系那么好 然后又跟陈云来 又把你安排到这个职务上 所以李锐对你可能刚开始 也有点要考察一番 到后来慢慢的觉得能信任 陈云在离开中组部之后 像跟我跟其他人也说多次说这话 当时陈云的秘书朱家木 拿了一个名单来 十几个人 说这承办 手掌交办的 这十几个人 你考察了解 谁合适就进来 不合适就不进来 没有第一个人言怀 必须要 当时你就想 你小人朱家木年轻人 这还不是我们同辈的吗 儿辈的人吗 对我这么说 朱里志的 朱里志的儿子 这就是陈云比较左的 当时差点把那个 习仲勋 他们都 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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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木当时是陈云的秘书 拿了名单之后 当时李锐说 谁知道你这些下面的名单是不是你塞进来的 但是对我这个 你给我小 这个小年轻人对我知道话条 这个言怀非要不行 是要他 要他为了地方他 因此就后来跟我讲就类似 慢一点 您讲话慢一点 对不起 就是类似于胡耀邦对他的看法似的 就是对我看法这样 其实慢慢了解 慢慢了解 他也说 胡耀邦也说 胡耀邦对他了解之后 两年之后 李锐由于陈云的批示 很多人告状就离开了宋主部 因此 当时又没有更好的使用和信任 这个李锐 同时李锐两年多离开之后 对我也是这种情况 同样的心情 但李锐后来对我确实很保护 这个后话了 当时因为我个人问题 邓永超 这个等一下再说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问题 怎么保护你的 这个很重要 但是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再讲一讲 就是你在清干局 你担任了什么职务 你刚进来担任什么职务 后来在不断的有提拔的时候 但是李锐并没有提拔你 那么你后来是担任了什么职务 因为我在74年在甘肃 5年 我用工人赶到厂长 靠自己实干 当时 一个线团级厂的厂长 清干局厂长 当时号称是整个甘肃 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干部 然后到了煤炭部 还有部长秘书 还这个级别保持了 到了清干局之后 1983年7月 正是我们清干局建的机构 定理机构 当时李锐 就部间 这个局长了 是主持部的常务副部长 还主管就干工作 当时我们就设了 当时我们大家就11个人 一个局长 一个副局长 三个处 一个处三个人 这样情况呢 本来就是一个处三个人 把我报仍 有一个处长 原来是黑龙江那个老县委书记 把我报副处长 组织部 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办公会议 说 这个一个处三个人 有一个处长 一个 我向副处级调研员 一个处员就够了 一个处 就是副处级调研员 对 调研员 调研员就是副处级的 副处级 就这样 后来到 李渭走以后 大概到85年初 又我们机构又定一次的时候 这时候又报我 就是副处长 所以评级升为副处长 这后李渭已经走了 对吧 李渭包庇的红人 或者李渭包庇的坏人 更没人管了 后来我们文章也谈了 当李渭走之后 对吧 就是 李渭干的好事 或者所谓干的坏事 没法整个李渭来 就拿情感剧开刀了 所以就更没办法 我就还是这样了 就反而更把你们给压住 对 再加上后面说了 当邓颖超赶着我出主主部 李渭包庇我 所以更不提拔我了 现在你讲一讲 是怎么回事 就是邓颖超当时 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你看你的名气很大 首先是陈云 要你进中组部新干局 然后又是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的一双 他还是全国政协主席 这么一个大人物 要把你赶出 你当时是副处级吗 对 要把你赶出中组部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话就话长了 我和我前妻是清华的同学 过了一段之后呢 感觉这么性格不合吧 我就这么一个社会化的 张牙舞爪的 不安分收集人 他是一个家庭化的 非常老实巴交的 非常安分收集人 性格不合之后呢 我们俩就 我就要离婚 应该是这么说 实际上是我对不起他 当时情况下呢 就想分居离婚 当时呢 这很正常啊 对 现在很正常 现在前几年 本应是离婚率是50% 可是当时情况 大家记得 一个著名演员 电演员要离婚 闹得天翻地覆 最后两个人都分别写 居住 互相谈的事情 对吧 有人说了 离婚是一场战争 一场八成皮 当然情况呢 我的前岳父岳母 有个经历 我前岳父是 陈独秀的艺术 资格非常之多 资格非常好 你想想嘛 你在毛毛写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 和邓小平电视片里 都有 邓小平 大概1920年 离开党中央的时候 离开上海党中央的时候 是我的岳父 接替他 由中央秘书处长 为中央秘书长 你在网络上 这个岳父 尊姓大名 黄介然 黄介然 知道 他 他在你查网络中查出来 在 顾顺章和 向中发 叛变之后 他夫妻两个人 携着周恩来夫妻 处理这个 中央的 这个善后事宜 他和陈寅分别 陪照 橘秀白 去到鲁迅家避难 这些都查出来的 这是他们这些情况 当时呢 这个 我的岳母呢 现在 是正好27年了 他是27年的女兵 三个女兵之一 在 8月24号 撤退的时候 就是南昌起义的时候 说失败吧 应该势力也好 南昌起义的时候 三个女兵之一 对 就是你的岳母 岳母很壮 但是说 当时在 18岁很壮 18岁的女兵 撤退的时候 大概在8月27 8月24号 在车队的时候 陈庚大将 脚步中两枪 倒在旁边路边了 跟打散了 警员走了 这我岳母后来过来之后 发现她之后 就那18岁的一个姑娘 就把她背着 一直背了几小时 追到大部队了 因此 解放后 或者当时在特科也好 陈庚老说 我的岳母 我说前岳母 我已经签她首约了 是她救命的人 这在咱们的网络上 都能查到 书都能查到事情 所以 他们跟这关系很密切 而邓云超很练就 周恩来不在之后 邓云超老秦 我岳父岳母一家人 去 就是在周南海 小庭去救 在84年的五一的时候 去了之后 我没去 小岩子没来呀 我太太就 是不是邓云超问 小岩子没来 我太太就 如实的反映我的情况 应该讲 就是要跟我离婚 嗯 这样 所以要倒霉 第二天就正离会 我们当时的主助部长 他他跟这个邓云超呢 就讲了你们现在 怎么要离婚 感情上 闹矛盾 要离婚这个情况 对另外我还有 女朋友 说实在我要离婚 有女朋友 有第三者 对第三者 这个事情是公开的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你们已经分局很长时间了 并且说实在的 李锐 我们 我原来在梅堂部 一间一个单元 回来分房子后呢 梅堂部同意给两间 搬一块 组组部同意分两间 但是我间调分居 组组部还支持我 给我了 和别人合住的 就是单元房子 就公开给我分局做条件了 就是说实在 因为当时有些人 还比较理解我的情况 对吧 但过错在我 但是确实也就是不和嘛 所谓过错就是 因为你是你主动要求离婚的 对 但是这种情况呢 第二天 就是因为您的这个当时 那个这位前妻呢 嗯 她是一个这么一个老 老四个革命 革命家的这个 家的的女儿 对 所以这个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了 传到邓颖超那儿了 第二天开政治局会 然后我们的组织部长 陈也平是组织部长吗 嗯 她今晚不是政治员 她练习政治局会议 讨论什么问题 嗯 这个在会后 邓颖超就把她叫住之后 就发脾气了 嗯 你们的严怀 情感激严怀 要抛弃老革命的女儿 跟着某某人搞婚外恋 这种人 对吧 造成品质物恶劣啊 嗯 不能在总组部这种必要的 应该 嗯 得开除总组部 嗯 在第二天的第二天 总组部开会啊 穿搭这个 嗯 在初以上干部 传达这个邓领 中央会议的精神 同时 最后 最后也要传达邓领超这个指示 嗯 虽然没点我名 但是都知道是我 嗯 当时会后 李锐也就说了 一句话 很出名的句话 嗯 不能因为一个 糊涂老太太的一句 糊涂话 嗯 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声 我这四个一 请再把这句话再慢一点 嗯 就是不能因为 因为李锐其实 也有看法下面就是说 他对邓领超也不是那么恭敬 对应该 其实 他怎么说的 意思不能因为一个糊涂老太太的一句 糊涂话 或者一句 就实验的话 嗯 嗯 就帐送了一个优秀年轻干部的一声 嗯 要从中主部给踢出去 那你 中主部踢出去 谁敢要 要之后永远你就背一个 黑锅 在中国情况下 嗯 就说这个 嗯 同时在 下面说 跟我们说 说了之后 在部长的会议上也说 嗯 大概没这么 嗯 厉害了吧 也是四个一 但是没糊涂话了 嗯 是吧 但只重用 只重用不重任的话 就会到这地步 就开始 嗯 非常信任了 非常好了 嗯 但是很快 84年10月 有几个 老干部和女人 告状之后 嗯 陈云批示 既然这么多人反对他 他就不适合在中主部了 嗯 于是在1984年10月 他就离开了中主部 后来到中顾委 嗯 嗯 也就是说呢 虽然是陈云清点 李锐到了清干局 嗯 到了中主部 嗯 但是后来的话呢 也是因为也是陈云发话 对 这样的话呢 又决定了李锐离开中主部 这么一个命运 嗯 所以这个当年呢 80年代中 初期中期啊 这个中央的 嗯 中央的这个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嗯 到人事关系 嗯 就是这么错综复杂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括过去的历史上的渊源 也不一样嘛 所以是非常复杂 嗯 那么后来 嗯 李锐呢 他是 应该说的 1984年十月份 他离开 离开了中主部 到中够委 嗯 你呢 后来呢 又干了多久呢 嗯 后来 我继续在工作 然后就是 84年 因为我在83年 嗯 这个建立起了这个 第三地队的时候 我这个一个人带队 建立了北京市的第三地队 嗯 到84年的时候 我跟刘德鹏到天津 因为我在 这个 这个 清干局 分管 在华北和东北的工作 嗯 五日人士 科研所 那是 下一步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那个所就为 十三大政治 政治改革做了工作 我们所所设计 提出的设想 构想 就作为赵紫阳 十三大政治报告 第四部分 干部是改革的 那东西我们洗澡的 干部什么改革 干部 制度改革 干部制度改革 嗯 就是邓小平说的 嗯 十三大政治报告 一个字不能改 包括这个不能改 对 事后一个字没执行 对 对 这说起来是邓小平 虽然是把赵紫阳搞下去了 对 但是他说 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 这个政治路线 政治报告是一个字不能改 但是事实上的话呢 早已是废纸一张 就 就是绝对说一个字没执行 一个字没执行 对 刚才你说的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 是不是听明白了 嗯 就是 就是体现这个李锐对你的重用 嗯 就是 一开始你刚才说的是吧 就是考察那个湖南的班子 嗯 按说湖南的班子 是应该由中组部的地方 地方局管 嗯 根本不是亲干局的事儿 但是呢 因为李锐感觉到 亲干局那些组织 组织干部 这我 我有体会 原来我在中央部门也工作过 嗯 当然我是在中宣部 嗯 就是年纪都偏大 嗯 嗯 他们的思思想的话呢 总的说是比较保守 嗯 所以呢 这个他李锐就是有点不太放心 对 所以就让新成立的亲干局 其实不是你们局的事儿 对更不没关系嘛 但是就把你作为中组部的代表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代表 嗯 派到湖南去 嗯 这些故事啊 杨华先生有很多故事 我们 将从今天开始 嗯 将要做一系列节目 有些节目是我来做 有些节目呢 是这个由和平 他对他说的这些问题啊 都很熟悉 他很想跟你多谈一谈 嗯 所以今后也可能我们用各种方式 也可能到这个演播室 也可能在将来的那个 嗯 你回到田纳西之后 我们通过远程的采访 嗯 我们还要有很多节目 包括刚才说的 考察湖南呢 另外就是考察北京的干部啊 你像习近平 胡锦涛 李长春 李铁印 吴怡 这些在中国政坛上 张德江 张德江 嗯 政治局的常委 委员 都是 这个从当时从 沿怀的考察来 今天干部局考察 我参与他们的工作 对 所以这个故 这个中间有很多非常非常有生动的故事 我们想下一步还要好好的请你来讲一讲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啊 你刚才说了 你后来呃 最后到了北京市 嗯 跟北京市的这个组织部呢 搞了这个呃 叫北京组织干部 组织人士科学研究所 对 嗯 这个是我们将来也会 对 怎么怎么你们怎么 呃 制定了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什么样的一些改革干部的制度的思路 最后被赵紫阳他们采纳 嗯 这个非常好的故事 且听下文分解 下文分解 但是我现在还想问一下 好 后来李锐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嗯 嗯 先说这个比如说 嗯 嗯 当时在李锐的回路也提到了 嗯 一去之后 嗯 要帮让李锐 让中主部制定 嗯 干部的 三年五年八年的 计划 就是三年五年八年之后 嗯 我们的干部 年龄到什么程度 嗯 这个教育程度到什么程度 嗯 因为当时我们做统计 全国县以上的领导干部 嗯 所以领导干部 中国就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 大概有八十一万人 八十一万 解放金不算 嗯 解放金他们单独统计 单独系统 就是 所有的 县处级吧 县就是 县里的县委 县委 县长常委 处就是你机关里那个处长 县处级 嗯 就是中国就是分的 大约分那么几 县团级吧 县处级干部 嗯 有八十一万人 嗯 然后下面就第几级干部 对吧 有那么十几万人 然后省部级干部 在中央省部级干部 就算高级干部了 对吧 那边中级干部 这八十一万人里 当时我们现在 我在文章里有数字 大约吧 就是吧 年龄都在平年五十多岁了 你可以想象嘛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就十年就 没提拔干部嘛 文化大部分是 初级别的占很大比例 嗯 这时候要定着指标 定指标这事情嘛 要帮交为 这个李锐 李锐当时交为情感局 情感局是我了 小言就是你了 嗯 我就认了很大的标准 这标准当时跟 在局里 情感局里有主力 但是很容易充分的 跟各部 跟部里的谈的时候 嗯 就主力很大 所以一话 我们的 组组的干部 很多是干部司法主力 我说话不注意 嗯 这当说了话之后 李锐是比较满意 这个这个四话呢 稍微解释一下 四话就是革命化 专业化 知识化和年轻化 这个是当时中 这个中共的干部路线呢 在改革开放以后 提出这么个四话的标准 你说组织干部 恰恰是干部四话的阻力 对 我说了 这个要命 我是实话不太注意的 一般是这样 算是 说话了吧 嗯 我打老书 我八辈子贫冬 这是为好 我说这东西有最大的改变 这个情况下 我们组织干部要这样 我说完之后呢 刘德鹏 我老老同学 这个部长没有 下面就说了 嗯 老爷 别这样 不跟你在清华 没谈不胡说八道 这这话说实 要上根上线 你受不了你 嘴上要把门 但是李瑞很欣详 嗯 所以到调整湖南班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地方局的事情 嗯 就让我去了 变危机去了 嗯 反正知道北京市也是让我去 很多事情就让我去了 所以嗯 就这样 当时 83年的春节 春节是第一个春节 嗯 我们 全局的就是 七八个干部吧 一具体给 李瑞拜年纪 并且说 什么都不许带 嗯 就这样 嗯 到了84年的十一的时候 嗯 就是他9月30号等于 办理修了嘛 嗯 我去带礼物去了 我去看他去了 嗯 并且我说 现在不算拍打批了 是吧 我是研究干部制度 各国的干部制度 都有说法 不许给长官送礼 只有一种情况 或者长官滚蛋 或者你滚蛋 对吧 你离职了 或者他退休了 这个这时候不存在这问题了 我送离了 然后 送了什么离 我不记得 就是你想想嘛 带了几斤水果 对水果 对吧 他也不吸烟 带了水果吧 点心吧 说实在 也可能从家里捞点人的东西 对吧 但是工资不高 能够付出也就是105 我记得好像是 对吧 这就是心意表示嘛 我说 并且说了 现在是不算拍马屁了 我跟他说好给谁愿嘛 对吧 然后过新年春节 又去了 那时候我说 这两年中 我没去我的家里 就是第一次全局 十来个七八个这个人 就去了 并且说好 大家谁都不许再去 咱们集体半年 就是只麻烦地打了一次 老同志 这之后我就是经常去 然后94年 我是89年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叫风波也好 叫动乱也好 叫暴露也好 反正八年之后我离开了 就六四以后了 六四以后了 六四以后 九四年我能够回国了 为什么回国 以后谈 是吧 这个就是 以后谈 但是今天呢 你话说的没头没脑的 就是还是要让大家明白 好 就是六四以后 嗯 你当时觉得 当时对这个体制啊 就觉得 跟你就格格不入 六三的晚上 六四早晨那一天 我在千安门 广场周围 长安街上 在我身边就倒下十一 几十个 我不说十几个 因为我实时没给他美人耗脉 咱们实时想 学着说啊 倒了十几个 我也见过脑浆 也见过满身血培 那几天我是白天 恍惚晚上睡饱觉 所以七月份 我能到香港开会 我就 嗯 跟着前进来 这个 杨怀呢 跟有些人是被通缉 而出走海外不一样 他是主动 对 告别体制 嗯 然后又告别 嗯 告别祖国 对啊 一直到94年 你刚才到94年 94年才能才能够回国 嗯 这个回回国 嗯 之所以能回国嗯 跟江泽民有关系 对 这个他跟江泽民的关系 非同一般 所以这个这些故事啊 我们我们将来慢慢的说 对 但是这个地方就简单交代一句 就是说你94年回国之后 马上又去看里面 回国第一天 我就看里面去了 嗯 江泽民一笑 我们恩情更深 我们没有恩仇 恩情更深 对吧 见了之后 我们一块对吧 他当时他和张阿姨非得我吃饭 对吧 要吃饭 他呢就要说一天也可以 就是几小时 谈了很多 告别的事情 我们他也 我知道他的不幸 说实在讲 陈云 嗯 不管他怎么样 但是在干部问题上 我认为他还是 主兵 是正义 或者 因为抓六四 哎抓四帮他也说过 这是 对对吧 下不为例 这种事情不能开 他力主要审判 审判之后才能合法的 嗯 就是陈云还是讲究这个 呃 程序的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他就所以说 对四人帮 不能够那么不明白 就那么算了 关人家一辈子 必须要经过一个审判 以后也不能这么办了 不能因为 以后也不能这么 先有政治结论 后有主治结论不行 对吧 先有主治结论才能后有政治结论 六四以后 嗯 六以后 中估委四个委员 李锐 李昌 杜润生 李光远四个人对于开枪 对人家有不同看法 嗯 因此中估委这些人 尤其他 他一来讲 他立功了 他把 嗯 这个邓立群 插尔当中 这个党中央书记 他给告下来了 总书记 他稍微 总书记告下来了 然后 中估委本来让 这个 这个他 当这个 中估委常委也选下来了 嗯 这些 以后这些人可有机会 对有说报仇有边缘的 嗯 就不给他们四个人回五生活 嗯 什么意思 就开出党籍了 你不回去生活 开党籍了 可以拖了很长时间 嗯 对吧 张阿姨你看回路有张阿姨 哭哭啼 找这个帅大姐去了 嗯 这次要再让坐牢的话 我跟他一块去 对吧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这个 慢点说慢点 对不起 嗯 说再让李锐坐牢的话 嗯 我陪他一块去 他身体有点不好 这是张阿姨就是 他太太吧 他太太 嗯 说的话 最后这信 陈云知道之后 陈云批示了 嗯 不能这样 这个这事情 将来这么搞的话 将来还要一风吹的 还要备用的 这四个人应该回复生活 嗯 这四个人就 重新恢复主治生活了 嗯 就是当时 对这个所谓自由化倾向非常 不是自由化的 你别挪动啊 对不起 这个 不是自由化 实现那个政法 那个对党的生活 对 所以对这四个老党员呢 是要不予恢复组织生活 对 但是当时陈云就说了 都能够 他们的党籍应该保留 应该恢复组织生活 这么搞的话 不然将来的话 还得过来来平反 还一风吹 这样更被动 这个这话一说呢 陈云他还是头脑比较清醒的 这些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对 有正式报道了 然后李锐也 因为知道我们关也谈这事情了 我们谈了很多 嗯 然后说的话 当时我已经到新加坡 东亚研究所去 他说去过美国去 我答应到新加坡 就是给他申请 就是后来你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你跟他说了 嗯 你跟他说了之后 他他就说他将来也是邀请他去 对 但是后话了 我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新加坡第二把手 吴清瑞同意了 但第一把手李光耀有顾虑 他表达中国就没批准 所以那次谈得很好 他送了两本 我两本 他送我两本书 他在香港新出 在香港出版两本书 就是毛泽东那个早期和晚期 还有这个轮回议的实况 谈得好 以后我 我每半年他就可以回居寺 在研究所 有跟中国有合作研究项目 或者到报社之后呢 场上我每次去我都拜访他 嗯 一直到今年的 4月13日 他的百岁家庭授成 就请我去了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斗胆 提出了00100岁了 我再写回忆录 你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愿意为我做序吗 假如方便的话 他欣然同意 嗯 我就把书搞给他了 嗯 然后呢 在5月10号 就刚才照片 我就到家 5月到家去了 他这个你看 他正在改这个东西 最后订稿呢 嗯 然后给我签了字 又送我了他新出的书 怎么提啊 我说你现在 延怀老部下吧 你老什么老啊 给我提个延怀小友 我成功中慌 我说我不敢说你的小 是我的 是你朋友啊 嗯 说我是两头真的老人 你是两头真的厚生 嗯 就提醒我们说你不是朋友是什么呢 嗯 这个书上提醒就是这个延怀小友 就是 两个月前 我在北京他来一所见面的情况 对 这个延怀的这本书啊 我们现在正在编啊 我很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啊 现在正在我的手里 所以他刚才讲的很多情况呢 我看了这个书的书稿呢 我是心里比较有数 我们这个书的马上要推出很快 我们会尽快推出 推出之后呢 推出前后 我们都会跟刚才说了 跟延怀呢 要做一系列节目 就是围绕这个书中间涉及到的大量的丰富的 生动的而且相当深刻的 因为这个中间涉及到很多上层 我们现在在政坛上 这么多叱咤风云的这些重量级人物啊 他们是怎么 中共是这个干部政策 干部队伍 干部路线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个干部程序 他们怎么上来的 这里面就有很多很有趣的 对我们来说很开眼界的一些事情 我们今后呢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我说几句 你再讲两句 好 我这本书呢 是由这个明镜出版社 明镜出版社的老板吧 何彬先生 是我26年的朋友 责任编辑高先生 这个 这个 什么 叔父 叔父 什么 八斗啊 什么的 著作等身的 也认识了20年了 老朋友 很荣幸 他跟我做责任编辑 然后这个和平上出版人嘛 很高兴这样 所以从刚才说 大家看出来了 我是有故事的人 也是个有事故的人 就是说话太快 故事比较多 事故也比较多 是吧 今后就慢慢的 这个再介绍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谢谢杨怀先生 谢谢我们电视机的观众 也谢谢我们的电视机后面的导播 那我们这次节目就再见了 好 谢谢法林 也谢谢大家 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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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